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 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話說有個內地女子大慎王國麥當勞 喊食的時間被這樣對待 批評是差別待遇 不過她說完整件事後 就反租網友圍攻 當然是中港網友一起圍攻 為什麼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話說近日有單熱話來自星島新宋王 就是1997年奉者的凶殺案單位放盤 而記者是直擊西灣河凶宅實況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內地女子大慎王國麥當勞 喊食的時間被這樣對待 批評是差別待遇 反租中港網友圍攻 報道的內民看到 那一名的內地女子 在小紅書椅 在香港的王國麥當勞 被差別對待 說為題發帖文 講述來講過後 在麥當勞買食的不快經歷 事主指出當日他到王國麥當勞排隊點餐 排在他前面的姐姐點了兩個套餐 工作人員馬上出餐給姐姐 就說用了約莫一分鐘左右 而他單點兩個包 工作人員就叫他等螢幕叫餐 亦都說等了十分鐘 螢幕已經出到二二八號 而我二零九號都未出 出了三次才出餐 他直指對事件感到不開心 質疑是否差別對待 鐵文人來內地和香港的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有可能像你這樣說 就是被差別對待 不過有更多網友反駁市主的指控 就說廚房的服務員是看不到客人 只是跟單來做事 怎樣差別對待 亦都有人說 每天都說什麼差別對待 煩不煩的你 亦都有人說 去外面點餐總有機會遇到這樣的事 運氣 誰有興趣對你差別對待 有什麼好處 不要毛病新人 亦都有網友指出 有些包包已經做好 放在那個位置 只需要收餐就可以出餐 如果你有時候叫兩個包 又不是很熱賣的包 就要等廚房特意去做 有時候要由煎肉開始等 所以有些餐的號碼 明明到了 但都未拿得就是這個原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再一位內地女子大生 在香港的麥當勞 遇到差別待遇 即是遭到歧視 說可能嫌她 說普通話 於是歧視她 不過中港網友都炮軍她 哪有空歧視你 廚房看不到你誰 另邊商 原來這個人 可能是特地點了兩個包 那兩個包 又未必是熱賣的款式 廚房當然要立即製 要時間 哪有空對你差別對待 另外轉開另一單的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申訴王的報道 97年奉者兇殺案單位放盤 記者直擊西灣河 凶宅的實況 報導的內容提到 西灣河有一個曾經發生 奉者兇殺案的凶宅單位 近日在網上放手 那一則網上鐵文就說 單位實用面積192平方尺 開價220萬元 強調長程租客剛剛退租 只需要輕輕裝修就可以入住 但那個鐵文附上幾張相 說的是幾張實況照片 就一度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 該批照片呈現了單位多個位置的實況 相當殘舊 其中一張照片 更加看到單位的浴室鏡上 有一大塊紅色的印 有人留言就問 好像空岸現場未清理 也有人說廁所快鏡都是血 星島申訴王找到那個單位的地產代理了解 並到現場這個單位直擊實況 據了解那個放售空窄單位是西灣河 興文大廈一個低層單位 曾經在1997年發生奉者被殺案 據報道當年居住上指的奉者 因為性服務不周而被殺害 其後那個單位被列為空窄 星島申訴王找到那個單位的地產代理 在方社查探單位現況 他指業主組織買入時間的單位是空窄 在2020年6月以190萬買入 持放3年 目前叫價220萬 由於業主已經移民 代理見記者有意到那個單位看樓 就相約業主的哥哥前往看樓 星島申訴王隨著代理和業主兄長走入屋內 走入單位之前 記者發現大門之上 貼了一張黃底紅字 疑似與宗教有關的字條 走入屋內 發現裝修相當殘舊 客廳雖然有一排槍 面向平台位置 但外面放置幾部分體冷氣機的散熱器 即是一開槍 就有機會熱氣逼人 整個屋的整潔程度欠佳 地板灰灰旺旺 走入廚房的情況更加誇張 長身發黑 不過被網民指 像空岸現場的鋼門 其實是遺留多時的污漬 再走入廁所 終於看到那塊血鏡的真身 網友從照片看到鏡上的血跡 其實只不過是鏡面生鏽 而屋內的大門口位置天花 也明顯是被分黑的痕跡 據代理所說 是因為上手租客 在那個位置擺放神桌 經常燒香所致 業主的哥哥就說 業主剛剛移民 所以需要放售單位 記者之後就說需要考慮一下 包括能不能夠做到按揭等等 這個時間地產代理和業主的哥哥都各有說法 代理就說應該不能按揭 但業主的哥哥就說應該有按揭 他解釋 因為查過當時的死者 並非在屋內過身 只是在單位內被刺傷 留意兩至三日後不治 記者之後再到樓下 向管理員查問 管理員直言知道單位曾經發生命案 但不覺得有任何古靈精怪的事發生 更加指已經時隔20至30年 單位不斷有租客進出 更加指有很多人住 現時市場之上 連空宅也有追捕客 雖然買家辦無禁忌 但其實買空宅有很多事項 是需要留意的 法學教授律師蘇文傑 向星島申訴王表示 本港法例當中 空宅並沒有一個定義 但民間的定義 就是有任何的命案 在單位內發生就叫做空宅 要識別空宅 市民可以查看不同類型的空宅網站 或者跟銀行進行股價的時間 一旦銀行的股值偏低 甚至乎不股價的話 就要預計單位有可能是空宅 他就說由於物業是空宅 很多銀行或金融機構 覺得市價或交投量 會明顯低於一般的住宅物業 所以索性不做空宅的按揭市場 如果准買家打算買空宅的話 必須要預足資金 即使銀行不提供按揭 也有能力在簽合約過後 仍然可以成交 除了買樓的時間要注意 賣的時間也要注意 由於後任買家可能要做按揭 他朝一日放賣單位 原來後任買家要做按揭 就有可能影響放售的成功率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近日熱話之一 這間空宅的單位近日是網絡討論區熱傳 話說相關的業主要放盤 結果很多人都看到相片很害怕 覺得好像空宅現場未清理 記者上網看看 看看廬山真面目 不過說不是 多年以來都有很多租客進進出出 事件隔了二、三十年 未知業主能否成功放盤 不過至今為止的盤仍然是放售當中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屯門標行劫案 警方拘捕了九名男女 大部份的莊物下落未明 報導的內文看到 今年5月14日屯門啟發徑一間中標行 租到三名遲刀殺人闖入 閃電略走88隻總值700萬元的手錶 警方經過追緝 抓了六男三女涉嫌搶劫 和處理裝物罪嫁 起回小部份的裝物 以上折落於HK01的報導 有關屯門標行劫案 較早前屯門這間標行被人打劫 當日都是明目張膽的光天化日 當時三個賊衝進去 持刀又有 持取又有 結果劫走了88隻標 最新情況抓了六男三女 據報他們的分工都相當仔細 分別負責有踩線、行動、接裝和分銷 當中檢獲了同本案的三隻塞標 和五隻來歷不明的名貴手錶 還有13萬現金 也意味著其他標是否已經放售 暫時未知 我是昆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